制造一把适合专业木工用的挫刀并不容易 它的每一道制作工序都是由手工完成 工匠把钢条的一端放入烤炉内 以接近85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加热 当钢条呈现出介于橘色与红色之间的颜色时 就要马上用冲切机才切末端 然后将其放在一个模具上用锤子反复敲打形成一个精致的尖端 它把批料的另一端放入烤炉内加热 达到所需的温度后将其取出 首先放入压力机让平头部分变形 再用冲切机切断多余的钢条形成把手 因为在锻造过程中钢条会弯曲 所以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匠来搅直 一旦错到变质后 工匠就会把它放在墨袋上打磨扁平的两面直到闪闪发亮 然后使用砂轮磨掉尖端周围多余的钢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措齿的打造工序 这是一项相当专业的技能 对工匠的灵活性和耐心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它们需要达到严守一致的境界 使用锤子锤打冲子 用手工来凿出每根挫齿 在锤打的过程中对于力道的控制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进入回火工序前 一名专业的工匠用木锤在挫刀的背部锤打出细微的弯度 提前制造弯度是为了让它在回火室重新变贫 它们把打造好的挫刀放入回火炉内进行盐语 因为盐可以起到隔绝氧气的作用 防止钢里的碳燃烧 从而破坏钢的特性 工匠从回火炉中取出通红的挫刀 然后放入装满盐水的脆火钢冷却 它需要把控好放入的速度 如果太慢挫刀的硬度就会达不到标准 太快的话挫刀会弯折扭曲 最后一步是喷砂工序 它能够使挫刀的表面获得一定的清洁度和粗糙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